话于世纪,祂的一生,完美了我 今天我要读的经文是 在我们的时代彰显祂的荣耀 信心就是所望知识的尸体 是未见知识的确局 古人在这上得了美好的见证 希伯来书十一章一到二节 有一天,当我还很年轻的时候 主对我说,我与你同在 我不会撇下你,也不会丢弃你 这对我来说是翻转生命的 有了这个信息,我肯定了一件事 神是可靠的 我从那天所做的地方站起来 永远的变了一个人 我喜欢若狂 因为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神 先知和使徒们的神 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和神 就与我们同在 他不全是圣经中的神 也是我的神 哈利路亚 想想看,在先知和使徒们的时代 圣经说,他们通过自己的生命和信心的行动 得到了美好的见证 当使徒们读到 像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大卫,耶佛他,摩西,以利亚等 先辈们的故事时 他们受到了激发 我们也读到这些先辈们 但我们也更进一步 被彼得、雅各、约翰、保罗和其他人所激发 然而,他不应该就此停止 你的日子将会怎样? 你的故事将会是什么? 他将如何书写 正如先辈们得到了美好的见证一样 我们也必须在今天得到美好的见证 我们不应该让年轻一代问我们 以利亚的神或保罗的神在哪里? 他也是我们的神 我们必须通过我们的信心 把以利亚的神带到我们的日子 我们必须让基督超越书写的项面 向我们这代人彰显的荣耀 因为他昨日今日到永远都不改变 来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亲爱的天父 我为这在我灵里所激发的能够改变我世界的信心而感谢你 借着信心 我在我的日子里得到了美好的见证 因我通过信心的行动 为神的国度完成了超自然的撞击 我拒绝在任何方面成为平庸 因为我的生命是你辉煌荣耀的彰显 在耶稣的名里 阿们 大家也可以来参考经文 彼得前书二章九节 罗马书八章十九节 亲爱的 我们相信你已经从这本书得了祝福 我们邀请你 让耶稣基督成为你生命的主 请祷告 主神啊 我全心相信 永生神的儿子 耶稣基督 我相信他 为我而死 神又使他 从死里复活 我相信他 今天活着 我口里承认 从今天开始 耶稣基督 就是我生命的主 接着他 并他的圣名 我重生了 拥有永生 主我感谢你 拯救了我的灵魂 现在我是神的儿女了 哈利路亚 恭喜你 现在你是神的儿女了 我们邀请你 接着每天 领受神的道 全年享受神荣耀的同在和胜利 我们爱你们 神祝福你们 请通过以下方式 以我们联系吧 祝大家一个美好的一天 我们明天再见 我们明天再见